老公 我问你件事 你不要问我 闺女没回来之前你问我什么我都无可奉告 哎呀我问你别的事 什么事 就是 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还爱我吗 见家们可不想好人呢 这肯定爱呀 那要是你有1万块钱 你会给我吗 给呀 那我每月工资不都给你了吗 那要是你有10万块钱呢 也给呀 但是我哪有10万呢 那你要是你有38块钱呢 你放我哭啥子了 这好孩子没得家 咱俩好好谈谈 咱俩结婚之前 是不是你说的 我主外你主内 家里什么事都不用我管 可是现在呢 哪样不用我干呀 我问你 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是不是有两个男的同时在追我 啊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你长得很帅吗 你长得个子很高吗 你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就是因为你踏实 能干 没有那些滑而不实的东西 知道吗 正是我心目中所理想的男人 知道吧 我真的那么能干吗 啊 你以为呢 我还想找你谈谈了 你找我谈什么呀 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 你每天一回到家 就把家里边所有的事情都给做完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灌成一个废物 救我好不要吧 我 我没有 我没有那么想 我就是想着我回家了 我能干我就多干一点 你好轻松一点嘛 我真的没有 真的 真的呀 以后给我留点知道吧 要不然你把我灌成一个废物怎么办 没有不是 你当年追我的时候 把我当城堡 现在又不想跟我过了是吧 想离 你看别人家老婆谁像你这样啊 真想离是吧 行 那你得净身厨户 行我一分钱不要 不不不 不是那个净身厨户 是这个净身厨户 你别笑 其实也不是过不下去 你平时还是挺贤惠的 就是对我有点太磕色了 你这有老婆的你想离婚 别人没老婆的都急得头发婚 别把自己家的当成草 把别人家的当成宝 到时候丢了草 去找宝 宝没找到 回头想找草 草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宝 让我好好过日子 有人 跟我好好过日子 知道吧 啊